使命召唤十九剧情模式 想必大家都玩通关了 没玩通关应该也都云通关了 不知道各位通关之后的感受是什么 反正我个人最大的感受就是 使命召唤十九真的是很像 自己的使命召唤十九那一代神作的作品 COD4不可拯救了使命召唤这个IP 还决定了使命召唤在游戏界的绝对地位 还决定了后续使命召唤系列的基本风格 更是我个人的童年回忆 以及FPS启明之助 所以本期视频 咱们就来叭一叭COD19 留哪些自己的COD4的关卡 让它对比一下COD这十五年进步的有多离谱 首先就是最爽最有感觉的空中炮艇关卡 在COD4中 莱普斯和肥皂异型人在任务中 乘坐的直升机被击落 最后在敌人的大陆上 玩家需要扮演A103空中炮艇的操作员 对地面敌方部队实行火之压力 最终掩护莱普斯一行人成功撤退 这一关在往还十分重要的年纪 非常的具有代入感 在上帝视角中 弹指之间掌握敌人生死 感觉自己就是这个世界的主掌 玩家可以操控的也是三种开火模式 分别是25、射属和105毫米主炮 切换开炮模式 也会切换对地面的观察剧 也不知道是不是分辨率问题 现在看来这个热成像画面相当的浓 我称我方部队 跟敌方部队的区别就是闪烁跟不闪烁 这场小时候的我玩的一头握手 经常把我方部队当成敌人 直接一炮制105毫米主炮干下去 比较影响游戏体系统 现在来看COD4的这一关 现在可能会觉得一般般 但是你要知道 这是15年前的游戏 大家看看15年之后的COD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ground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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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不坦系统的眼皮底下潜入 虽说夸张了一点 但是确实夸张 我们再来看看COD19的潜行狙击关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以看到 炒 比15年线的COD4更生动了一些 还那完全不怕人的轻弹 也可能是都是知道COD4把坦克搞出来 巡逻太夸张了 但这里说实话 那不敢没有那么的强力 不知道有没有人 试过在这里站起来的零钢枪的 最后一个自己COD4的观察故事 为了阻止导弹发射 而扔上运输长战斗的那一关 这一关官方是有者 活的 但活不多 首先是相较于COD4上夹的敌人更多了 传统动物货对设计的影响更大 紧接着就是当玩家对门按了F 进入动画无法操作的时候 官方会安排一小黑枪 你还没办法抵抵抵 我起初是因为我的小怪没信完 我还大处找小怪 但我第二次对着门按了F 才知道这是按F才会触发的 不知道这里有没有观众大爷跟我一样 有的话扣个1 还是说我触发了某种bug 但反过COD4的这一关 现在看到已经完全没有当初那种惊艳 中文字幕特别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